老板给我来个肉加磨 要个猪肉牛肉还是鸭肉的 要猪肉的吧 猪肉的9块9一个 一个三两肉 怎么那么贵 三两肉小伙子 煮熟的肉三两 生肉就是半斤 半斤肉一个磨只卖9块9 现在猪肉不太10块钱吗 那半斤肉不就5块加个磨 我一个磨挣你两块钱多吗 那确实不多 我还有人工还有房租呢 这是猪肉的是吧 这是猪肉的 老板你这个店 看着也像是新店啊 什么新店 已经开了半年多了 半年多了 这个墩子 我们这墩子是祖传的 我爷爷那时候就干着加磨的 我现在一天卖500个 一个磨断30刀 一天就是15000刀 一个月就是50万刀 你自己算 一年就是600万刀 对 差不多了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磨好吃的原因 王婆卖瓜自买自夸 我还没尝 就开始自己说好吃了 一般到我们店吃过都说好 再来上点树肉 你这祖传的你祖籍是陕西的吗 山东 哦 山东做肉夹馍比陕西做的还老 肉夹馍不是山东传回去的 哦 原来这样 好像是吧 陕西人吃的肉夹馍其实不是正东的是吧 这不是我说的 不能不能这个不良引导 小伙子 你知道吗 挖坑不行 你这个端子是什么木头的 鱼木的 鱼木的 就是灌上汤汁以后越吃越香 哦 用别的木头都不行 别木头绝对不行 必须这个 辣椒和这个葱要不要 要 都要 辣椒和辣椒来一点 这个磨磨是什么磨 这是叫白鸡膜 白鸡膜 白鸡膜不是陕西的 这个是陕西的 165.325度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 凭手感 凭手感 凭感觉 正宗的山东肉夹馍用的陕西的白鸡膜 就是这样 加上这个山东的猪肉 这猪肉也是山东的吗 对 必须的 绝对吃不出陕西味了 哎呦 我们讲求的就是量大实在 小伙子其实你听价格9块9吧 你会觉得很贵 当你看到我的磨的时候吧 很少有几个人会说他贵 哦 这么多吗 不要再放了 不要再放了 能吃饱了 你都觉得尴尬了吧 我再放 哎呦 放它浇上一点这个汤汁 再加一个 好大个 青岛最繁华的闹市街区啊 旅蹭夜市的旁边 9块9的一个肉价磨 看看这个肉量 嗯啊 太香了 你咋这样吃肉价磨 就没吃到磨嘛 嗯 肉价磨的灵魂就是肉 而不是磨 这是肉价磨 不是磨价肉啊 哦 哦 那么 对